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七百万人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习佛法与中华文化 信众涵盖社会各个阶层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作为佛法的集大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卢台长对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 2012年 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与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2013年 德国柏林举办的全球文化外交分会上 为卢台长颁发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 2014年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安娜大学 更特别任命卢君洪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美国国会举办的世界和平峰会上 卢台长再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在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和平文化峰会上 卢台长获颁世界和平教育大使奖 刚刚圆满成功举办台湾法会 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 心中挂念我们北美的佛友 再次来到美国 首站抵达旧金山 接下来还将赶赴纽约和加拿大温哥华 多年来我们北美的佛友精心耕耘 红法度众 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光传遍北美大地 度化无数有缘众生学佛修心 今日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让我们有缘相聚在旧金山 共沾伐喜共目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变洒 感恩卢君洪台长成愿再来广度众生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变洒 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变洒 平安娜光普照甘露变洒 阿民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变洒 南无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变洒 南无观世音菩萨佛光�照甘露变洒 那無關心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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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珠 光熊彩虎 山珠 光熊彩虎 山珠 光熊彩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佛友接缘 法喜充满 佛缘千里来相会 有佛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缘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我们法师和来自全世界的义工和佛友们 还有我们传媒界的朋友 真诚地求佛 诚心地学佛 让我们广结善缘 辞成修本 共睦佛光 旧金山是一个旅游圣地 世界著名的金门大桥 和我们澳大利亚的悉尼大桥呢一样 今天我们用佛缘 将我们的心牵在一起 我们共沾法衣 共睦法喜 就在上个月的24号凌晨 旧金山发生了6.1级的地震 是当地25年以来最大的地震 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地 包括飞机失事 泥石流 还有其他的天灾 仅仅叙利亚四月份 到今天的战争 已经有19万人死亡 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 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态要平衡 所以我们天天说 要心态好 人要心情好 怎么样来学佛 那么首先要知道 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叫心呢 实际上人的心呢 就是随着眼前的表象 自由地在变换当中 什么叫心 就是因为随着外境的变化 你心在动 所以呢 就随流失德性 无喜亦无忧啊 说明一切的行为和人的内心有关系 因为你的意识变了 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了 实际上你这个心就生出来了 这个世界上今天喜明天悲 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无喜亦无忧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孔老父子 他有一天外出 正好呢 天要下雨 可是他没有带伞 他的弟子呢就说 啊 孔老父子 子下有闪 你问他借吧 孔老父子一听 马上就说 不可以 子下教为令师啊 我问他借 他如果不借给我的话 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父 所以借给我的话 他心里肯定会心痛的 和人交往 我们要知道别人的长处 和他的短处 不要用别人的短处 来相处和考验别人 否则你永远不能理解别人的心 所以有意要长久 对别人的理解 就能够看出你自己的本性 经常要用心来问一问 我今天做的事情 我对得起良心吗 今天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本性 因为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很干净 当你碰到坏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反射出一种恶心 当你碰到善良的事情 你的心就会造出你善良的一面 实际上心本身是好的 但是看到你外层的接触 一次次的接触外面的环境 才会制造出你这颗心 所以我们常说心中存恶 你呢就是因为你的心已经恶了 如果你今天心中经常想到 我应该做善事 帮助别人 说明你的心有善良的一面 希望大家要懂得心中存恶 有时候心似有缺无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有两种心态出现的时候 我到底选择是一个恶心来对别人 还是用善心来对别人 这是你的一个选择 实际上选择了你的一个好的心态 你就拥有了善良的悠悠的一处 如果选择了你一个不好的心态 你的本性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一个善良的东西 所以人经常说开心开心 开心是什么 开心是因为你心动了 因为你动了很好的意念 让你的心开出来了 开花了 所以开心 伤心呢 就是因为你心动了 你就是想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的心才会动 万物为心造啊 人的一切都是自己在造啊 我们今天的法喜 开心也是由我们自己造 我们今天的伤心 也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修心的就是要修出自己的善良 我们要制造善良 你就会去除恶念 我们就是要制造善行 我们的心才会平均的 一直很好地修 我们要争修 我们才能改变 希望大家要懂得善人有善报 恶人有恶报 今天我们能够闻到佛法 希望大家广众善缘 广积佛缘 让我们的心能够提高到佛的境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会得到更多的爱 现代人的肉体病好治 但是心病难医 天天被烦恼和称恨 嫉妒所缠绕 我们每一天为情所迷 我们为财所困 每天活在痛苦当中 大家想一想 我们整天在痛苦当中想着 我们到底来人间 为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顺利 让人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完美了 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让人来受报的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的孩子有两种 一个就是来讨债 一个就是来还债的 我们的夫妻也是这样 今天有缘分 明天没有缘分 就是在一种缘分当中 所以既然到了人间 我们就只能要承受和忍受 当一个人不能忍受 困苦和烦恼的时候 他就会抓狂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会有忧郁症 会有很多人自闭症和恐惧症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不能懂得一些人间的道理 让自己的心能够放开 能够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 实际上让自己明白这些活力 很多母亲就是这样 看见孩子就说 我欠你的 你是个讨债鬼 他心里也就平衡了 当很多父母亲自己觉得不平衡的时候 想一想 夫妻也是这个缘 今天我们有缘就好好的随缘 等到哪一天我们没有缘分了 我们也不要再去埋怨 只能顺着这个缘分走 所以有缘分的时候 尽量要吸缘 希望大家要懂得 台长在澳洲 有一个老妈妈来看我 她的先生刚刚走 她跟我说 台长 我太不珍惜我先生了 我先生在的时候 我骂他 讲他 天天叫他这样 我先生太好了 他现在走了 我不想活了 台长 我很难过呀 我说 你自己就是不珍惜 当一个人像带个吊坠一样 没有遗失的时候 天天带在身边 你不觉得他是珍宝 一旦遗失了 你会痛苦万分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要懂得珍惜别人 现在这个老妈妈跟我讲 台长你帮我看看 我先生在哪里 我要跟他忏悔 我要跟他道歉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最怕的是后悔 我们做什么事情 要懂得抓住自己的善因 我们才不会有恶果 如果你今天做任何事情 只管去做 你又不懂得保护好自己的果 那么你一定会尝到恶果 所以因为人间从来没有美丽过 因为人只顾眼前的利益 只管照应没有得到懂得果 所以佛法界有一句话 就是人就是出了事才害怕 而菩萨在没出事之前 他已经害怕了 希望大家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能够知足常乐 能够懂得珍惜因缘 那才是真正地保护好 自己的人间的佛缘 有一个老鼠掉进了 半满的米缸当中 一半满的米缸当中 这个意外让老鼠情不自禁地 非常开心 他确定米缸里没有危险之后 他就躲在米缸里 吃了睡 睡了吃 他非常地快乐地生活 很快米缸就被老鼠吃完了 米缸里的米全部吃完了 这时候老鼠才发现 他再也跳不出米缸了 一切无能为力了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 其实到处都是危机 人就是在享受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会有灾难 很多人天天在生活当中 觉得自己身体抑制很好 当有一天他发现了 自己生癌症的时候 他已经晚了 所以灾难一来 再去求佛 也就是灾食难用药 灵食报佛脚 希望我们人能够懂得要看空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空的 想一想大家 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 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 有多少快乐 有多少伤心 有多少难受的事情 今天还想得起来吗 这就叫过去 所以难舍的要能舍 现在的人什么都舍不得 就是一个邻居阿姨 会烧一个非常好的菜 你去问他 阿姨你怎么烧得这么好 你能教教我吗 这个阿姨说 很容易的 不就放点盐放点醋 炒一炒吗 人的心啊 什么都不舍得 家里有很多储藏的药 人家问他 哎呀我身体不好 你能给我点药吗 好的好的 把快要过期的给他吃 人家说你家里有这么多药 你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呢 我留着我下一次生病还要吃呢 想一想 人就是在空的当中 要学会放下 空实际上就是自在安详的根 一个人不求了就空了 一个人越求越难过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付出 我们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你不想付出 那你一切的常识都是白费的 我们今天要想得到佛宝就要学会欲中离欲 就是我们有欲望必须要离开这个欲望 我们心中要生出一朵莲花 要爱所有的人 要爱所有的人 所以在家修行更难 因为有妻子啊 孩子啊 又要上班啊 又要念经啊 动不动还要生气 发脾气 所以要多几倍的功夫 你才会修好心 所以真正要学修心的人 要有毅力 我们今天就想改变自己 不要等到明天 因为明天还没有到 希望大家忘记过去 好好地学佛 真正地把自己的心和众生的心合在一起 理解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能够懂得慈悲别人的人 这个人就是人间菩萨啊 有一位青年 他去拜访一个很有智慧的 我们叫智者 他说请问这位大师啊 人的一生啊 哪一天是最重要的 是生出来的时候最重要呢 还是死亡的时候最重要呢 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呢 还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最重要呢 这个智者告诉他 生命最重要的时间 就是你今天啊 你要懂得呀 这个青年问他 为什么 因为智者告诉他 今天是我们拥有的 唯一的一个财富啊 因为昨天 无论你多少值得回忆和怀念的东西 它已经真实地过去了 那么明天 无论你还有多少辉煌 它还没有到来呀 所以无论今天是多么平常和暗淡 他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 所以有我们自己支配着 青年还想再问的时候 这位智者跟他说 哎 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的今天了 我们拥有的今天已经减少了许多呀 今天是我们唯一的资本 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就是忘记昨天 忘记明天 牢牢地把握住今天 金刚经说 今天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台长跟大家讲 要大家记住 学佛人的一些忠言 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人的气度 学佛人的为人 都是要注意的 我们过去说 人要有修养 所以恶言不出口啊 今天还在念经呢 嘴巴里还要说恶话 在我们澳大利亚 我有很多的佛友 他们告诉我说 我的先生就是不好好学佛 台长 我很生气啊 我就不停地讲他呀 你呀不好好修啊 你要下地狱的 结果他先生说 就冲你这句话 我也不学了 想一想 恶言不能有恶语相加呀 所以苛扣的话 不要留在耳朵里 当别人说你不好的话 你们要学会 不要留在耳朵里 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说恭喜发财啊 让你能够万事如意啊 因为这些都是善言 你留在了心里 你会发喜充满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记在了心里 留在了你的耳朵里 会让你烦躁 让你会烦恼 会让你伤心难过 所以我告诉大家 出言不胜 四马难追啊 夫妻之间 有时候一句话没有讲好 就接下了一个恶的种子啊 那就是以后 万一离婚 就是这种因素在里面的 希望大家要懂得 如果你不知道而说 是不聪明 你知而不说 是不诚实啊 所以君子言简而识 我们做人做事情 讲话要短暂 但是要实事求是 小人言杂而虚 所以很多人来骗你们 他就会讲很多的话 然后呢 这些话都是虚的 所以语言呢 切勿伤人的骨髓 大家要记住 讲话不能刻薄 现在讲话一刻薄 就会伤人的骨髓呀 有时候我们讲一句 开玩笑的话 千万不要去 中了人家的心病 这个女士长得不好看 为了见你 已经化妆化了两个多小时了 然后呢 你一见他 哎哟 美女来了嘛 他就知道你在讽刺他了 所以做人快乐的时候 说话 没信用的多 一开心讲话 没有信用 愤怒之时说话 失礼结的多 所以当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话 一定不大懂礼貌的 当面责任之短 人虽不悦 当一个人 你当面说他不好的时候 虽然他有点不开心 但是他未必生恨 不会很恨你 但是背地离到其短 就是说他不好 他会令人不欲 怀恨甚深 所以千万不要在别人后面讲 所以学博人应该懂得 不必说而说 是多说呀 没有话找话说 多说一遭冤 一个人话一多就造冤了 不当说而说 那是瞎说呀 不应该说的 你为什么要去瞎说呢 瞎说造祸呀 所以言中不理 不如不言 如果你今天讲出来的话 没有道理 你还不如不说呢 一言不重 千言无用啊 当给别人许一个诺言 你没有遵守之后 你再讲多少 别人都不会信你了 所以要懂得 口是伤人的斧头啊 叫口是伤人斧 言是割舌刀啊 千万要记住 懂得闭口生长舌 把自己的舌头长长好 然后安生处处好 学伯人就是要懂得快乐 懂得怎么样为人 因为佛法讲 人成基佛成 一个能够学佛学得好的人 他一定做人也非常好 这就是人成基佛成 我们心里的行为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和嘴巴是怎么样出来的 实际上是由你的心来控制它的 所以它和年龄财富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 快乐就在你身上 你如果这个人想得到快乐 不是增加财富 而是你要懂得降低欲望啊 你的欲望越少 你人越快乐 你财富需求的越多 你越痛苦啊 看看别人好了 以为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这就是根基不同 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应运而生 因为人的根气不一样 根基不一样 而随缘而生的 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得降低欲望 因为没有欲望的人心是非常平坦的 叫无欲自然 心如水 希望大家无欲则刚啊 也就是说一个人硬得起来 我能够支撑自己 因为我没有对别人有要求 有欲望 不索求别人 你就会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 才是人生之道啊 有一位大师被邀请到大学里去演讲 他拿了一张白纸啊 就是放在大学的黑板上 站在上面 站在上面之后呢 他就拿了一支笔啊 在当中啊 点了一个黑点 点了一个黑点 点了黑点之后呢 他就问 同学们 你们在这张纸上看到了什么 你想 一个小张就站起来说 老师 我看见了一个小黑点 结果老师又说 同学们 你们都看见了什么 这个时候 同学们一起说 都看见了小黑点 这个时候 老师就说 你们说的没错 你们为什么 仅仅看到一个小黑点 而没有看见 整个这张白纸上 这么干净呢 如果你跟一个人 闹翻了 闹别扭了 吵架了 你为什么集中精力 看到他的缺点呢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他 还有很多的优点 曾经帮助过你呢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一个太太嫁给你 为了你的一辈子 操劳 领孩子 在家里 你为什么没有看见 他所有的优点 就是因为某一点 抓住他不放 最后要跟他离婚了 也就是要懂得 我们做人 要学会 懂得原谅别人 感恩别人 感恩我们过去父母亲 他们把我们养大 最后什么都没拿走 就这么两手空空了 离开了我们 我们怎么不要感恩 我们的小时候的老师 和帮助过我们的同修呢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靠的是大家的众生缘 我们不能离开朋友 也不能离开我们的亲人 所以学博人 首先要懂得感恩 经常回家看看 自己的父母亲 经常懂得孝敬父母 懂得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希望大家存感恩心 那才是慈悲 因为慈悲的基础 就是人间的感恩 台长天天几乎在广播电台 都为别人看图腾 就是解决困难 有一天 听众请台长看看她的母亲 台长指出她母亲非常身体不好 是小中风 而且一边的手脚已经不能动了 我说她的腰也不好 走路往一边的偏 我还特别提醒她要注意 你妈妈还有心脏问题 这个听众连连说对 母亲就是因为心脏问题而发生的脑梗 接下来我就说她 母亲很有佛缘 因为念佛之后得到菩萨的加持 本来是个大劫难 要脑出血的 现在只是脑梗 已经大势化小了 其实台长 这个听众告诉台长 台长啊 你在两三年前 我打进电话 你就帮我看图腾的时候 说我妈妈有这么个大劫 那个时候台长 你在广播里告诉我说 你的母 她的母亲啊 是推着一个助动的 就是坐着一个助力的小车 就是一个像Cholly一样走的 我把这段录音放给大家听听 谢谢大家 喂 您好 哎 台长好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四四年的喉是我的妈妈 身体不好 对 她脑梗刚刚出院 她是小中风啊 是 她的手和脚一边不能动 哎呦 太对了 是的 她现在的腰也不好 现在腰不好 她是走路都往一边 大往一边偏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当心啊 心脏不好 心脏 对 她心脏不好 这次就是因为心脏引起的 啊 心脏 你妈妈好像有点佛缘 她一直在念佛 对 她本来是一个大姐 嗯 一个大姐就是说 她会脑出血的 嗯 脑出血就是昏迷了 嗯 她现在脑梗的话 其实已经是菩萨保佑她了 嗯 其实菩萨 她一个姐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您以前说过 好了 您以前说过 就是说第一次给她看的时候 您说您看见她 她就是推着一个就是助力的 那个小车在家里走 对 基本上也就也就会这样了 对了 她以后在家里就是推个小车 嗯 你看台长给你上一次看的时候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 两三年了 不要说两三年了 什么都看得见 是的 哎 谢谢台长 真是真是感恩您 谢谢 所以我们学佛不仅仅是要学 我们要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考验自己能否守见 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别人的 我们会过得很自在 我们不恨别人 我们会自己非常的开心 我们不去鱼吃做一些傻事 我们不会恨自己 让自己的心受到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要无念为正觉 也就是说 学佛人要把不好的杂念全部去掉 要没有念头 你就是正觉 要找寻如来的自心佛 也就是说 要找到一个我们自己心中的本性佛 让我们的佛心能够来慈悲众生 来理解自己 来解决人间所有的烦恼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队兄弟 两个人居住在一个摩天大楼上 有八十楼 有一天 他们外出旅行回家 发现楼梯口贴了一个纸条 电梯停电 请自己走上去 然后他们背着一个大行李包 没有选择两个兄弟一边爬楼梯 爬到二十楼的时候 已经累了 哥哥就说了 弟弟啊 包太重了 我们不如把包放在二十楼 来了店之后呢 我们在坐电梯下来拿 我们就很轻松了 然后他们两个人同意 继续呢 把包呢放在二十楼 往上爬楼 他们有说有笑 因为比较轻松了嘛 到了四十楼的时候 好景不长 因为到了四十楼越爬越累 相互开始埋怨了 相互指责对方 你为什么不看看电梯边上的通知啊 你为什么让我们现在才这样 边吵边爬到了六十楼 然后累得连吵架的气力都没有了 弟弟说 哥哥不要吵吧 我们继续爬吧 终于爬到了八十楼 他们非常的兴奋 到了家门口 兄弟两人 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们房门的钥匙 留在了二十楼的行李包呢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现代生活的人生 我们二十岁的时候 活在希望下面 背部的沉重的包袱 受着很重的压力 我们人不成熟啊 等到二十岁之后 我们离开了众人的压力 卸下了包袱 我们追求理想 愉快了 又过了二十年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青春逝去 遗憾后悔纠缠的抱怨当中 过了二十年了 六十岁的时候 我们发现人生所剩无几啊 告诉自己 大家不要再抱怨了 夫妻也是 好好的过过日子吧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也不要看我不顺眼 我也不要看你不顺眼 咱们凑合着过吧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告诉自己 不要抱怨 要珍惜自己的晚年生活 默默地走过了自己的余年 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才想起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 而且所有的梦 我们都留在了二十岁 我们白忙了一辈子 结果什么都解决不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 希望大家珍惜人生 珍惜姻缘 好好地吸福 好好地把我们人生过完 寻找一条超脱和解脱的路 让我们的心不再受到人间的磨难和畅伤啊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真正的学博人 那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想明白 想通了就好了 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 什么叫开悟啊 什么叫悟性放下啊 我告诉大家 用白话婆法讲 什么叫开悟啊 开悟就是放弃 就是结束 就是不去残扰 真正的放得下的人 就是什么都无所谓 我今天过了就过了 什么事情都放得下 看得准 看得破 那才叫真正的放下 我们修心实际上 就跟自己的生命无常在赛跑 想一想 我们在座的我们的佛友们 我们的朋友们 你们已经多少岁了 五十岁之后 你们还在哪里 你们难道今天还要为自己一句话 一个事情还后悔不已 还为了自己今天所有的事情 难过而伤心吗 想一想五十年之后 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今天的这些自认为很大的事情 可能很快的就会过去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 被人家骂一句 打一顿的时候 我们都是很难过 觉得这是出了天大的事情一样 现在想想都是这么的简单 希望大家要懂得和无常做赛跑 就是跟自己的寿命和生命在赛跑 我们要为短暂的人生在结束之前 要做些准备 所以人不能随夜流转 也就是说别人都在为民为力 你也为民为力 别人都在贪污 你也去贪污 别人都在害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也去害人 为了自身的利益活着 这样你是造业呀 所以对自己的业力 要学会改过 寡过到无过 也就是说 首先要懂得 我过去做错的事情 我必须要承认 我做错了 我改 然后寡过 就是说 我越做的不好的事情越少 无过就是慢慢的 才会没有做错事情 学博的人就要具有佛德 依靠佛的品德和道德和性德 本性的道德 我们来修行 在人间 你就会拥有佛的智慧 因为佛的品德 能够让我们破迷开悟 因为佛 它是具有超人的智慧 希望大家懂得 做任何事情 要想一想 我对得起菩萨 对得起家人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 具有佛的果 叫佛果 那是最重要 因为你不断地行善 不做坏事 你每一天只做一件好事 而不做坏事 365天 你就是一个善人 如果你每天不做好事 做一件坏事 那你一年就是一个大的恶人 希望大家要懂得 承受自己的佛果 好好地学博修行 改正自己身上的患习惯 要懂得 无我 就想着别人 不想自己 你就得到的 无我的佛果 一个老和尚 一个老和尚 带着一个佛友 到了高山的前面 他就问 问这个佛友说 此山如何呀 这个佛友说 嗯 这个山看上去 伟岸 高大 挺拔 秀美呀 老和尚 笑着不语地 带着佛友 来 我们上山吧 然后上了山之后 越走越累 这个佛友抱怨越来越多 等到了山头 老和尚问 请问你对山的感受如何呀 不好 碎石头这么多 树也到处乱长 刺痛了我很多 树也没长好 哎呀 这个路太难走了 老和尚就说了 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的 圆靠山充满着崇敬和崇拜 就像我们选妻子 选先生一样 猛一见觉得他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所以很赞美 当你跟他过上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是你了解他 你才知道 芳草边上也有杂草啊 所以当你要真正的理解一个人 你就不会这么执着的去追求了 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不理解 以为这是好的 当你真正理解的时候 你觉得不是像你想象当中这么圆满 所以老和尚就说这个话 让他来悟这个事情 我们要懂得学会用佛眼看人 就是说山没有变 而是你的心变了 接触到我们的实际生活 你就会失去了很多对某一位人的崇拜 自己抱怨会多 对自己伤害也会很多 既然已经有家庭 既然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 我们就好好地要去除自己身上的不好习惯 而让自己的优点慢慢地显现出来 我们就要懂得 当你看到山上风光无限美好的时候 是因为你的脚下踩的山提升了你的眼光 一个人只有懂得珍惜 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珍惜我们的佛法 你才会真正的拥有佛法 拥有我们这个世界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很绝妙的一个思维 这个思维你们大家都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你看中什么 你太看中这件事情了 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 如果你就是重视某一件事情 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 因为很多人太看中了某一圈房子 靠山进海 所以一辈子就是为了他去努力 打两三份工 为了还败款 人的欲望越大 贪念就越大 人就越活越累 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么累 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就是喜欢嫁给电影明星 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些歌唱家在台上的时候 那些女孩子在下面 张学友我爱你 你说用现在话叫粉丝对不对 还有人说厉害一点叫粉条 我经常讲过的一个笑话 过去的事情过几年张学友就没了 对不对 你们想想看 过去有一个笑话 说的小孩子考试的时候 考历史都学不好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 对不对 结果那个小朋友考试的时候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写张学友 所以人的过去就是过去了 没有就是没有了 不要再去执着的追求过去的东西 这样会伤害你更多 所以我们人哪一个心啊 台长告诉大家 就像一个瓶子一样 这个瓶子是空的 对不对 但是你装了那个orange在里面 这个orange呢 这个橘子水啊 那就叫人家说 哦这是橘子水 如果我把这个空瓶装牛奶 那你要说啊 这是牛奶 对不对啊 那么你这个瓶子是空的 你为什么把自己的恨 这个心 你把恨和嫉妒和别人说过你不好 骂你的话 你全装在这个瓶子里呢 这就是在你的心中装上了毒药 那你这个心就变成了毒品了 所以希望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的心里 为什么要充满烦恼呢 在人间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为什么已经在不如意的人生当中 还要挣添更多的烦恼呢 这就是人的自我伤害啊 所以台长叫你们 我们学佛做人 要克制自己的不好习惯 不容易啊 低头我们要有勇气 抬头我们要有志气 在旧金山 有一天 一个充满忧郁和烦恼的人 早上五点钟 他开着车出去 一边想自己那些痛苦烦恼的事情 一边就把汽车直接开进了地铁隧道 然后进退不得 幸好没有造成事故 但是造成了旧金山的地铁全线停驶 移除车辆之后 检查轨道才恢复正常的运行 这个人就是在稀里糊涂当中 被旧金山的警方逮捕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的精神不能控制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就是伤害了你的精神啊 所以我们不能克服烦恼的人 就是永远战胜不了自己啊 我们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啊 是自己啊 很多人一生想改变别人 台长告诉你们 学佛的人一生不要去改变别人 因为你改变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你自己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会自己清静 要有智慧 要拥有理智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少不了理智啊 如果学佛人没有理智 那你就会出很多的大事情 要有信念 因为要相信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 在这个世界上 信念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的一个珍宝啊 所以一个人有好的信念 他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成功人士的起点 都是从很小的信念开始的 世界的石油大王叫洛克菲勒 他说过 即使你们拿走我现在的所有的一切 只要留给我自身的信念 我就能在十年当中 又能把他失去的所有的全部拿回来 有信念就会有创造奇迹的机会啊 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要有信念 我们相信自己的癌症 自己的身体会好的 因为我相信我的亲人会回来 我的家庭会圆满 这样信念就是你的许愿 就是你的愿力 当你的愿力成熟的时候 会化成一种动力 所以我们对学佛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和观念 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 这就叫信愿行 想一想 人活在世界上很可怜 一个猎人抓住一个小鸟 这个是一个会说话的小鸟 这个小鸟说 你放了我 我会忠告你三条 就是给你三条忠告 猎人说 你先告诉我 我发誓 放了你 这个鸟说 好啊 第一 做事不能后悔 第二 如果有人告诉你任何一件事 只要你认为他不可能 你就不要去相信他 第三 当你爬不上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费力的去爬 这个时候 猎人将鸟就放了 鸟飞了之后 想试一试这个猎人 听尽忠告没有 就跟他说 哈哈 你真傻呀 你真蠢呀 你放了我 但你不知道 我嘴巴里含着一颗价值连成的大珍珠啊 就是这颗珍珠 让我变得这么聪明啊 猎人一听气坏了 马上到树上 想去捉这个鸟 爬也爬不上去 爬到一半就摔下来 而且摔断了腿 这时候鸟又说话了 你把我的忠告都忘了 一旦做了 跟你说不要后悔 你放了我 你又后悔了 听别人说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相信 你怎么会相信 一只小鸟嘴巴里会有价值连成的珠宝呢 告诉你 叫你不要爬上来 不要爬 你不信 你硬要爬上来 看见了吗 摔断了双腿啊 学博人也是这样 一定要学会听别人的忠告 善意的忠告 就是慈悲的语言 不管他是谁 都要接受他 我们要学大海 学会包容啊 我们要学莲花 要有内涵啊 我们要学轻松 要坚韧不拔呀 学博要拥有智慧 学做人 就是学菩萨 所以能成为菩萨的人 他一定有佛性 拥有佛法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好好的爱护佛法吧 台长经常在八月初的时候呢 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 他开心的分享 关于一个好消息 他以前的儿子啊 沉迷游戏 整天呢 就是打游戏机 那么他呢 学心灵法门之后呢 念经三个月 儿子马上就有明显改变 那么一直为他孩子念经 一年半的时间呢 他念了八百多张小房子 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 现在他的儿子过去读书 一塌糊涂考不上 什么都考不上 现在顺利考上大学 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请大家听一下 谢谢 我今天给师傅打电话 就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当初接触心灵法门 就是因为儿子的问题 儿子前两天就是大学通知书收到了 谢谢师傅 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师傅你说的话全部都是对的 我念了三个月的经 就是我儿子马上有很大的改变 你知道吗 到处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一样的 沉迷于游戏之中 人就是一下子变了好像不是我的儿子了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接触了心灵法门 然后我就是按照师傅的教导 放下一切 修行念经 后来就好了 然后就是许悦 三个月以后师傅 他就马上变了一个人 我现在学心灵法门两年不到吧 我是一二年十二月底开始修行的 现在完全是就是变了一个人 我跟你说三个月就三个月 真的是三个月师傅 而且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我现在就是给他念了差不多 有八百多张小房子了 我谢谢观世音菩萨 更要谢谢师傅 谢谢 我们说人间最宽的是陆地 对不对 但是比陆地还要宽的是海洋 比海洋还要宽的 就是我们人的心啊 台长给你们做个试验 你们如果心中把眼睛闭起来 马上想一想 我要造一个大房子 马上一个房子在你脑海里就呈现了 如果你现在脑筋想一想 我要做一个很小的一颗绿豆 你的心马上像绿豆一样小 所以人的心可以大可以小 为什么我们在人的生活当中 不能把心量放大呢 而且为什么这么不能容忍别人呢 胸襟宽大才能包容一切 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 你们记好了 你的气度有多大 你日后的成绩就有多大 学博人要看清一切 就是我们说要离开虚幻 人间的虚幻 我们要学会乐观 今天乐观的人开开心心到这里来了 说明你忧愁不多 如果你坐在下面笑也笑不出来 说明你烦得到太多 台长告诉你们 乐观的人只顾着笑就会忘记了冤恨 悲观的人只顾着冤恨而忘记了笑容 要学会云水随缘 我们的生命之舟顺水推啊 希望大家要懂得西远不攀远 今天是我的我就去争取 不是我的我不去强求 人自在静转心不转 这就是学博人 我们一定要珍惜人生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心还是炉炉不动啊 有一处地是非常险恶的峡谷 有一条铁锁桥很陡的 有一个盲人还有一个笼子 还有一个耳聪目明的正常人 三个人都要过这座铁锁桥 但是三个人抓住铁锁 凌空行径的时候 结果盲人笼子顺利地过了桥 而正常的人却跌入了深渊峡谷 难道正常人还不如盲人和笼子吗 实际上这个正常人的弱点 恰恰源于你太聪明了 你太耳聪目明了 盲人说 我看不见 我不知山高桥险 我心平气和地 再慢慢地攀爬走过去 龙人说 我耳朵听不见 我不闻到 就是听不见脚下咆哮的怒吼和海涛浪淘 恐惧对我相对减少 所以我们学博人也是这样 不要瞻前顾后 不要自作聪明 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为什么 多懂的人精神就会分裂 为什么多懂的人 他就会让自己的心产生烦躁 想一想 现在的人 看见一个人 只要对你不笑 你马上就觉得他对我不好 我就不理你 增加一分烦恼 我们有一个伯友到我们电台跟台长说 我上班 只要我去 我看见他们不理我 这个老板对我不踩 我就觉得我又做错事情 我一天很难过 结果他说 后来念了经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老板最近一段时间 家里跟老婆闹别扭 天天来了不开心 他闹了一个月 我在单位里就难过了一个月 所以做人要懂得 点燃自己心灵的佛灯 我们只要行走佛的道路 做一个智慧之人 在烦恼的人间 时时点燃自己的心香 心灯 让佛言常住 让佛语常存 让佛念常在 我们不管人间的险恶 我们不看 无着恶事 不听恶事 没有恐怖 无恐怖故 远离颠倒梦想 对人间的任何事情 随缘 这就是意不如是啊 不想不看 烦恼自然无 不听不说 哪来的是非啊 常念经 心清静 常放生 慧感恩 常许愿 慧如愿 这就是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时间过得真快 我呢 准备了很多 但是呢 时间 差不多了 因为台长呢 接下来还要当场 给大家看图腾 因为我们旧金山 很多的父老乡亲 朋友们 佛友们呢 很多人都是 冲今天 看图腾来了 我的孩子考得上大学吗 我的婚姻好不好啊 我的家庭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台长要留时间 给大家看图腾了 所以呢 我最后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要懂得哲理 要放下的事情 一个人真的不能生气啊 你们知道吗 在9月9号啊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在郑州啊 一个老人家上公共汽车 因为让座的问题 结果和一个小伙子 两个人啊 争起来了 这个老人气得不得了 你们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很厉害啊 嘴巴厉害 不动声色 讲出来的话 都是刺你的 赏你的 这个老人家呢 气得不得了 怒不可遏呀 打了他四个嘴巴 这小伙子照样没还手 笑笑下去了 因为他成功了 他把老先生气成这样 结果没想到 老先生下了公共汽车之后 不动自己摔倒在公共汽车上 想年69岁 想一想 为什么 你生气 你生气不是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吗 你气出病来 无人替呀 天天知道要爱护好自己 为什么还要生别人的气呢 我们不能恨啊 不能记仇啊 冤结天天有 不想片刻无 我们要化解冤结 靠的是理智 我们要懂得学博人转成智慧 叫转反成智 要用智慧来修心 我们才能真正的出离人间的烦恼 共盘四胜 共享 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 谢谢大家 真的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本来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真的要留点时间给大家看图腾 很精彩 你们待会儿当场能知道 所以台长呢 现在下去擦把脸 然后呢 全身都湿了 那么我呢 有一个佛友上来给大家呢 做一个体会 然后我马上就上来 谢谢大家 再一次感谢大家